另外 华杰美洲赛区的选手今日的挑战是在小剧场里上演一场民国时期伟大女性学者的舞台剧相互平息 选手们分为三组 四人一组 分别饰演了林徽因 吴建雄 以及林巧智三位民国时代的伟大女性学者 选手们自有组合 换上大会特别安排的民国时代女学生的服装 演绎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的特点 评选标准是从团体合作 文化色彩 表现能力几个方面汇总 最终由一号林慧清 五号叶敬廷 六号赵孟平 以及七号韩宁四位选手组成的第一组上出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其他选手呢 他们表现得都非常非常好 他们展现了女性的这个知识 然后也可以得到教育的这个一个剧情 那我们呢 可能就比较婉转 然后有一些表现度啊 也有一些讲座呀 所以可能这方面是我们的得胜的一个原因 其实林徽因是一个非常伟大 有才华的女子 那除了她非常有名的文学的作品之外 她还是一个建筑师 那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了她 跟她文学就是内涵有相关的一个爱情作品呢 是因为这个情节比较适合这个舞台 所以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展现一个完美的舞台剧 201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每周赛区的选手们明天即将要到访当地的飞行博物馆与退伍老兵互动 精彩表现不容错过 请继续留意我们的系列报道 凤凰卫视徐乐 李多佳 张池 洛杉矶 棕榈沙漠报道